我们前面教的叫做长直导线 接下来我们要教另外一个东西叫做螺线管 我们有两个方法可以增加载流导线附近的磁场 第一个我们前面讲过它跟电流成正比 所以我把电流变大就可以了 第二个方法叫做绕一圈 绕一圈 为什么绕一圈可以增加呢 为什么绕一圈可以增加呢 因为我们前面跟你讲过一件事情 每一小段有电流的地方都会产生磁场 每一小段有电流就会产生磁场 所以如果把它绕一圈 我把它绕一圈 你看我们的手它画了土 你就发现什么事情 每一小段有电流 那么它这样绕完之后 每一小段都有安培又守定车都有产生磁场都有它的方向 然后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线圈内的每一个点的磁场方向都是向内 方向都一样 所以它怎么办 加起来 所以会加起来 所以任何一个点 所以任何一个点 它就会受到 这边有个点 它会受到这里的磁场 还有这里的磁场 还有这里的磁场 四面八方磁场都坐在这里 全部把它加起来 所以它的磁场就会变大 所以它就会变大 所以线圈内都是流入 线圈外都流出 所以它会变大 所以加强 变大 所以为什么绕一圈磁场会变强 因为它的磁场都要加强 那这就是一圈的 一圈 就好像是一个圆盘形的磁铁一样 然后有一个磁场方向 用手一起就知道了 OK 这是一圈而已 单扎的 那如果把它绕很多圈呢 叫做所谓螺线管 那等于好多个磁铁这样摆起来 然后中间的就是N级S底下 左边有 左右就各有一个N级S级 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条形磁铁一样 所以当我变成一个螺线管的时候 它就会像一个条状的磁铁 条状的磁铁 OK 所以单扎像一个薄薄的圆盘的磁铁 然后螺线管就像是一个条状磁铁 一个一个把它接起来的样子 所以就是所谓螺线管的磁力线磁场的样子 那你会看到几个重点 你发现中间的 中间的它的那个磁场 磁力线条纹是平的 对不对 有没有比较酥或比较密 没有 那个要什么意思 强度是一样 内部的磁场强度是一样的 然后外面它像一个磅状磁铁 那外面就是个磅状磁铁的样子 然后磁力的大小也是跟磁棒的样子是一样的 对 内部的磁力线疏密程度相同 表示磁场强度相同 大小一样 因为我们讲过磁力线的疏密程度代表磁场的强弱 所以我们这个螺线管就像右手边的那个磅状磁点一样 它的磁力线的长相也是一样 磁力线的长相也是一样 通常是相同的 所以一个螺线管就等于像是一个磅状的磁棒一样 那就会有个N级的S级 那就可以问你相细还是相似 诸如此类的问题 那大小方向呢 它既然叫做磁场是代表磁力 大小就是我们讲过内部是一样大 我们刚刚看过图了 内部一样大 外面就跟距离平方成反比 跟我们的磁棒的意思是一样的 一样的 那它还会跟 为什么会平方成反比 就跟磁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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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距离平方成反比 就是前面就是至少是小事情装 那另外还要注意的事情是 它会跟电流大小成反比 跟线圈密度 或者是扎速密度 同样长度有几圈有关系 同样一公分你绕一圈 跟同样一公分你绕五圈 绕五圈的密度比较大 所以是比较强 为什么 还是那句话 因为每一个有电流地方都会有十场 一圈是一个电流 五圈就是五个电流 五个电流 所以这也是考试会考的 它会跟电流大小成反比 跟扎速密度成反比 人家画图问你说谁比较强 就看谁电流大 谁扎速密度大 OK 好 注意大小 重点跟这方向 重点跟这方向 我刚刚讲过 为什么会跟密度成反比 我刚刚讲过 每一个有小电流的地方都会有尺场 对我们前面教过的事情 每一个有小电流的地方都会有尺场 OK 好 重点在方向 方向 螺线管 还是一样安培右手 但是现在呢 线是弯的 所以弯的是指是我的电流 前面长直导线 线是直的 所以大拇指直的大拇指电流 现在线是弯的 所以弯的是电流 你看到这个电流从里面绕到外面 所以手下的比从里面绕到外面 然后大拇指的方向就是磁场方向 就是N级的受力方向 就是N级指示的方向 所以右手边会升N级 左手边是S级 所以注意这里是弯曲的式指是代表电流方向 大拇指的指向就是磁场方向 就是N级受力方向 就是N级指示的方向 所以大拇指朝左就是代表左边是N级 大拇指朝右就表示右边是N级 这个图跟刚刚的图哪里不一样 因为绕的方法不一样 转的方法不一样 这当然我要提示你注意的事情 OK 所以这样比 这样比 这个电流是从 我看过的就是从我这里绕到直里面去 所以这样子握 OK 所以这边就有一个动画 好你看看是 这个电流是从 里面向外绕 所以这样绕 所以呢就像这样子 这样绕 绕出来 所以这样子比出来 这样比出来 OK 这里有一个考试可以 问的问题跟一个小的技巧 就是 问你说 他看起来电流是顺时钟还是逆时钟什么之类的 你看到哪一级 会写字就会了 如果你看到的是N级 如果你看到的是N级 所以电流是什么时钟 逆时钟 电流逆时钟转 OK 你看到的是N级电流逆时钟转 那你看到S级呢 那就怎么转呢 顺着写S 就怎么转呢 顺时钟转 倒过来也对 你看到的是什么钟转 那那级就是什么级 S级 你看到那级就是N级 这件事情我们后面还会继续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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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小技巧 帮助你记住 OK 请注意 绕吧 这有四种变化 可以左边是正 也可以右边是正 可以这样绕 可以这样子绕 可以这样子绕 但答案就只有两个 就是左边或右边N 但是你要搞清楚 它到底怎么绕的 电流是你看过去是从子里面向外面跑 还是从子外面向里面跑 那就它正确的比出来 你才会有正确的答案 所以要注意 我们的正负级的位置 要注意 那个线是怎么绕的 图要看清楚 图要看清楚 它怎么绕的 你才会比出一个正确的结果出来 就是告诉你 螺线管也用安培右手定折 弯曲的式指是电流方向 大拇指指的就是N级的方向 大拇指指向右 就表示右边是N级 大拇指向左 左边是N级 这就是重点 螺线管的部分